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晚上好 刚才那个视频呢是一个网友他的一个素材啊 他叫内蒙古自干五啊 如果你看到了 那么在我下面按一下 跟大家讲述一下情况 那么各位网友 近期啊 中国大陆啊 从天南地北啊 平线这个战斗机低空战术飞行 在我们这一代 我家在虹桥机场这一代 平时这一代没有战斗机在这边飞行 因为它属于民航领域的 近期啊 在这一代 我就昨天跟今天 我都看到了 做这个普加列夫这个眼镜车啊 这种战术飞行 就是这样的 就这样的一个战术飞行 那么针对这些情况来看 很显然近期空军啊 如果做出这样的动作来讲的话 空军啊 在加强战术训练和战备训练 已经不是属于常规战斗训练了 已经属于是这个战时啊 状态之前的这个战术训练 而且是低空的 一般性如果说 刚才那个视频当中也看到了 那些人们很惊讶啊 很惊讶于这个战斗机啊 像没看到过一样的 因为很正常 如果说你像在我们上海 它在那个大厂机场附近 大厂它不是有这个战斗机吗 就是在东海上面巡逻的 如果是那一代的居民 他看到这种情况 他是觉得这个东西很很正常的啊 但是近期我在我们这个上空看到了 在我们洪小这一带 上空看到了 青浦这一带啊 看到了这属于很不正常 这个情况是很不正常的 他在做 而且做这个啊 横滚啊 以及这个铜滚 这些战术训练啊 低空的 这是要避开雷达 所以说 近期台海局势异常紧张啊 昨天辽宁舰啊 走过这个台湾海峡 蔡英文当局 叫这个媒体啊 删掉这个信息啊 还说这个是假新闻啊 显然这不是一个假新闻啊 显然这绝对不是一个假新闻啊 辽宁舰现在正在那一带 进行这个战培训练啊 还有的王 那个台湾的网友啊 啊 阿Q精神啊 自我安慰阿Q精神 现在你们知道 你们这个台湾啊 你们玩这个西方这一套 玩了还不溜啊 已经还是30 才32年吧 1988年开始32年 那么 其实我跟你讲 所谓的新闻自由啊 其实也包含了假信息啊 也就包含了这个 删除信息的权利啊 所以这已经看到了啊 所谓台湾的这个 新闻自由 言论自由啊 就是一句空话啊 它是伪的啊 而且我已经说过了 近期的种种迹象表明 已经是处于这个情况了 而且我也透露了一些 一些有这个 能够提供的一些情况啊 这个是非常真实的啊 而且我已经说过了 我已经联系不上 我的这些战友了 通常来讲 之前大家也看到了 我和我一副做的那个视频 大家也看到了 他们 如果说 这个大规模军事演习的话 一定会 书信往来啊 电话往来 全部都掐掉 强化训练 还有习近平啊 去浙江视察 显然 他身边有些人 不是这个 文职官员 而是军官 只是穿了文职 官员的衣服啊 在那边进行这个巡视啊 混淆视听啊 其实他们在开这个军事会议啊 巡视也有 但是军事会议也开 但是是明了这样来的啊 还有一点就是 日本紧急向西南海域增兵啊 这些种种情况来讲 绝对绝对啊 近期啊 要出事啊 你还有一些台湾 台湾的啊 一些波瓜呆蛙啊 还在那个地方 自欺欺人啊 简直就是无药可救啊 我也不想给你们废话了 你们这些人不是我的同胞啊 因为我昨天说 提醒你们 我们很多大陆的啊 正要八点的同胞 都在批评我 说啊 说台湾 99%都是毒蛙 1%都是反华反中的 还在批评我 其实这个东西呢 我个人认为啊 我还是在那大局的立场上 去考虑问题的 我还是会去提醒一下你们 别到时候子弹 大炮是不长眼睛的啊 我已经这样讲过了 信不信有你们啊 还在那边自我安慰 说是假新闻假新闻 很多媒体都爆了 很多媒体都爆了 你以为那个日本的那个 曾兵这是假新闻吗 你们自己去看 特朗普的推荡上面都有啊 还在那边自欺欺人 还有刚才讲到这个战术飞行啊 很多人不了解什么 为什么 什么叫战术飞行 那飞机训练不都是战术飞行 其实不是 大家有没有听到 以前这个朝鲜和韩国 局势紧张的时候 是不是在三八线会听到 会听到说 朝军空军啊 人民军朝鲜人民军 近期在朝韩边境 三八线以北啊 举行战术飞行 什么意思 战术飞行就是在练习 强化训练强化训练 就是在练习这个 我给大家 大家等会我会念啊 一共有大概有这么八个动作啊 我给大家一点点给大家念啊 给大家解释 什么是叫战术飞行啊 给大家科普一下啊 你自己网上也能说得到 但是呢你很很多人懒啊 那那我就就给你这个 科普了吧 行吗 他一共分为这几种啊 就是说 现在虽然已经进入到了 导弹时代 许多空中战争利用雷达的协助 在相当远的距离 就能够啊 发现进行超视距作战啊 并缠斗 仍然是一项很重要的训练项目 而且缠斗在意义上 涵盖的作战距离也 比较以前的更高了 一共有这么几个动作 一个是眼镜蛇机动啊 普加乔夫 眼镜蛇机动啊 那么我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什么叫眼镜蛇机动 眼镜蛇机动 是著名的过失速机动动作 是由前苏联 苏二七战斗机 首先试飞成功的 1989年6月 在巴黎航展上 前苏联著名试飞员 维克多尔普加乔夫 第一次在全世界面前 表演了眼镜蛇机动 震惊全场 因此 这一动 这一机动动作又被称为 普加乔夫 眼镜蛇机动 稍后我会把这个链接 发在下面 大家可以去学习一下啊 因为我发现 有很多爱好军事的网友 在我这 你们大家可以去学习一下 大家相互学习啊 那个还有叫金斗啊 还有破S机动 破S的意义在于 以牺牲高度为代价 换取速度 同时将航向改变了180度 由于可快速的获取速度 分离S在只使用机炮的环境下 是个极佳的脱离机动 在导弹环境中 破S通常是无效的 这是由于导弹拥有较远的射程 这个同滚机动 在机头与机尾形成的轴线上 以螺旋状的移动方式迷惑敌机 使其难以判断 几方飞行路线 同时当快超过追过敌机之时 通过滚筒操作降低速度 以敌机超过自己 这样就能获取有利射击位置了 中国的战机啊 绝对都是任何一款战机 都可以进行这个动作 所以中国的这个飞行员的水平 是非常高的 计算数水平是非常高的 我继续讲 等会我会再讲 什么样的人可以去当空军啊 伊马曼机动 德国飞行员伊马曼在 一个创新的机动动作 改惯用的左右盘旋的水平机动 为俯冲拉起机头 翻筋斗 翻到顶部时 横滚半圈 从倒飞状态 恢复到平飞 这是一种全新的机动动作 因为它是在垂直面完成的 空战史上 真正意义的作战 由此开始 横滚机动 横滚机动是飞行表演和空中 格斗中常用动作 最常用 与其动作伴随而成 还有基本转向和急转向 有这么几个动作 一旦看到 低空战术飞行 在城市当中了 已经在城市当中了 因为别的训练 它是封闭式的 但是空军它没办法封闭 如果在城市当中飞 这是很不寻常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已经说过 我之前讲那个事情 就百分之百是真的 以及它这个动作 以及在长期的这个军事知识 拥有长期的军事知识的这个铺垫 所以我可以分辨出来这些信息 所以说有些那个台湾王 台湾的 我也不叫你们王 就台湾的呆娃 你们一定要提高警惕 一定要提高警惕 该换钱的 也就是一定要去换钱了 懂吗 到时候银行挤兑 跟他96年台海危机一样 银行挤兑 到时候倒霉都是你穷人 有钱人都坐飞机都逃到加拿大美国去了 那你现在往哪跑呢 你就往大陆跑 或者去柬埔寨 去柬埔寨 柬埔寨 柬埔寨现在航空管制 还不算很严格 你们可以逃到那边去 大陆可能你可能有的人 也不屑于来大陆 是吧 中共国瘟疫国嘛 是吧 所以说别怪我没提醒你们 我昨天晚上 我觉得我很有必要 要做那个节目 这个是必须的 我是站在大局的角度上面来出发 所以说 近期 有很多网友跟我反应 他们不同地区 在不同地区 都出现了这些低空战术飞行 就像刚才开头给大家看的那样 所以说近期局势非常紧张 非常紧张 这个动作也就意味着 正在举行一场大规模军事演习 空军低空飞行 战术飞行 绝对是配合地面部队 在进行这个行动 以及还有大家 还有一点 我可以给你们讲一下一个常识 为啥国家主流媒体 现在对台海的方面 什么都不报 好的也不报 坏的也不报 也不怎么批评蔡英文了 不觉得奇怪吗 不觉得奇怪吗 是什么原因 自己去考虑 自己去想 以及这个 所以说台湾啊 也是如惊弓之鸟 辽宁建议到那边就已经很害怕 害怕成那个样子 整个当局上船下跳的 所以我就说 你们台湾的这套东西啊 早就被西方已经毒害掉了 你看西方政府有公信力吗 叫他们戴口罩 叫他们在家里都不老老实实 是吧 拯救 整个抗议过程 简直就是无能的一个状态 几乎就是无能 还有一天往倒扣帽子 往中国身上扣 跟中国什么关系 这是美国肺炎 美国最最最早发现这个情况的 中国也是受害国 那中国是不是也找美国 找找这些国家去赔偿啊 你们还侮辱谭德赛 用Nigger这样的词汇 你们简直就是思想 肮脏到了顶点了 已经是下水道里面的臭鱼 已经浑身都是腐烂了 还脑子 脑子脑子 还在那个地方幻想 还不相信 人已经蠢到了这种地步 所以我说了 台湾的教育者 好好地反省反省 通过这一点 大家就可以看到了 在大陆的 还有那些啊 还觉得大陆不好的那些人啊 我告诉你们 你们看到没有 台湾可以随意地去删这个新闻的 你不是信 你又说什么 而这个是贾新闻 在欺骗整个台湾 台湾民众 这是蔡当局的一个套路 绑架 把所有的台湾民众 不管你支持民进党 不支持民进党的 都绑架作为人质 跟大陆来作为一个谈判筹码 还不相信 这人他妈的鱼目脑袋 到这种地步了 我这服了 你们的台湾教育 怎么回事 这人都咋 怎么回事了 这么相信西方 西方的老百姓都不相信西方 你们还在相信西方的这套 还在相信蔡当局 就这样 无药可救了